这个版本的蛋黄酱鸡包菜沙拉 是由西方中国厨师创告的 包菜的松脆性和酱汁的美味 使每个人都喜欢吃这道菜 这是两个人的材料 您可以在我的网站上 找到指令表和其他食谱 cookingwithmorgan.com 首先在一升水中 煎一茶匙圆 用中火煮鸡肉20分钟 同时准备其他成分 切式包菜 碧胡萝卜 将洋葱切成薄片 切细葱 也切细香菜 鸡肉煮了20分钟 去除并冷却 现在准备蛋黄沙拉酱 现在准备蛋黄沙拉酱 放在碗里 2汤匙蛋黄酱 1汤匙糖 半茶匙圆 3汤匙白米醋 3汤匙白米醋 搅拌直到得到光滑的酱 将鸡肉切成薄片 现在可以混合沙拉 在大碗中放入 包菜 胡萝卜 豆芽 葱 洋葱和香菜 蛋黄酱 混合这一群 然后加入鸡肉 然后加入鸡肉 轻轻混合 蛋黄酱鸡包菜沙拉准备好了 BON APPETIT 感谢您收看并分享的书谱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